南台湾登革熱疫情持續延燒 機關署最新公布 台南有新增兩名病例 都是70歲以上的女性 兩人沒有出國時 都只在居家附近活動 上個月底發病就醫 確診感染登革熱病毒第二型 統計到現在 國內已經出現31起本土登革熱病例 當中有28例都在高雄 最近新增的3例發生在台南 第一例首例 雖然他住永康區 但是他在東區的工作地 跟這兩例其實 大概差大概一兩百公尺 所以我們認為 目前是研判是說 在中西區的附近 似乎有一個群聚 民眾不能輕忽的 還有腸病毒 上週國內新增 三名腸病毒重症個案 年紀最小的是 東部的一歲男童 出現肌抽月和手口足病的症狀 索性經過治療後 已經康復出院 今年的16例的 腸病毒甘藥病發重症 有10例是感染 腸病毒71型 那這個地方還是要請 就是家長來特別的小心注意 從這個流行病學的資料看起來 今年確實是腸病毒70的流行年 因為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病毒就陸陸續續出現 而且每個醫院都有碰到 腸病毒的個案 還有腸病毒71的重症 醫師表示 過去腸病毒流行區域 以桃園 彰化和高雄為主 今年花東地區感染個案 逐漸增加 提醒民眾要多加留意 大安新聞的 史宣檢員集 台北報導 天啟這麼